给PS5安装硬盘 第一步就是先拆PS5的后盖 在硬盘盒的背面有详细的安装步骤 首先我们在桌面上先铺一块布 这是为了保护桌面 也为了保护PS5的外壳 然后找到一个硬币 拆开PS5底部的底座 我在拆之前在网上看过很多教程 但是真正亲自拆的时候 还是卡壳了 PS5有两块面板 安装硬盘不需要拆带PSlogo的那块 是拆带光驱的那块面板 在拆的时候发力点很重要 要有两个发力点 左手向右推底座 你保持固定稳定 右手握住那个脚是光驱的对角 也就是对面PSlogo的那个脚 这个脚的发力很重要 它不是向上掰 也不是向左推 我感觉30%的力向上 70%的力向左 慢一点加力 也不需要太大的力 就能把它扣下来 我这个好像还滑了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下个视频继续和各位分享 如何给PS5安装内置的固态硬盘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